你就是张妈介绍来的新保姆 是的 霍小姐 我看你之前也没做过保姆 为什么想来我们家当下人 因为妈想陪在你身边 我的女儿 你以为我患的是先天心心脏病 手术费需要50万 50万人 家里的前途被你发赌光了 我到哪去走这50万人 霍夫人喜得天心 大手一挥 就是给云捐了500万 你从手铺 出手就是扣出 这还能有个真好 就是 就是 你以后就是霍家的前妻里头 我能跟我上哭了 因为霍家给的工资最高 我需要这笔钱补贴家用 行吧 那你就留下吧 谢谢霍小姐 谢谢 我听张妈说 你还有个女儿 最后一份了 十块给你吧 今天赚了150块 又给妈买件过冬的衣服了 他可能 在坚持 我不喝速容咖啡 霍家的规矩你不懂吗 对不起小姐小姐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你用的废话 死丫头 赶紧滚 少带着给我卖盒饭 听见呗 听什么你能卖我不能卖 哼 凭什么 你也不打听打听 敢在我胖少的地盘上抢生意 你这不想活了吧 告诉你小鸭子骗子 再带着给我卖盒饭 我咋着咋着你 他你信不信 王秘书说宫廷上有人闹事 我来看 小心 你没事吧 这孩子怎么碰我年轻的时候长得这么像 夫人 我没事 谢谢你啊小姑娘 你救了我一命 你要什么报酬 举手之劳 不用不用 你受伤了 你家住哪里啊 我送送你吧 没关系的 我家就住那边 很快就到了 谢谢你啊 站住 你们有什么事吗 霍氏集团堂堂上市公司 拖欠农民工公司 你还要不要脸 霍氏集团 我霍雪宁 从不拖欠公司 少他妈跟我狡辩 兄弟们可是半年没发工资了 别 今儿你董事长既然来了 要么钱留下 要么你谁留下 还钱 还钱 我说了 我已经发了工资了 还嘴硬是吧 行 干什么 不分 你是她闺女是吧 啊 是不是 我 别动了 妈 你没事吧 行 霍总来了啊 你们的钱是被博沟通做的 与霍氏集团无关 那我不管 反正这次我们就要钱 坊里面有两百万 我们不会亏欠农民工一分钱 你最好别骗我们啊 兄弟们 说 这孩子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怎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孟矢 在约二十号 他居然跟清歌是同天同夜同一生 这么巧 怎么会这么巧呢 霓裳 去他家 好 小纸回来了 啊 来 坐坐坐坐 爸 你回来了 没事 不着急等你吗 我接你 小纸啊 爸养你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还考虑 孝心孝心 爸 我现在身上钱不多 要不你先拿去还赌占吧 我的钱包呢 爸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呀 你都二十岁了 该嫁人了 嫁人 啊 对呀 村长的儿子跟你年龄相仿 爸已经收了他们家彩礼 一顿都嫁不去 爸 村长他的儿子 可是个脑瘫 跟谁排桌子呢 脑瘫怎么了 村长家多有钱呢 妈 你也同意吗 啊 你 女人终归是要嫁人的 再说了 村长家那条件也不错 我不嫁 我不嫁他 你们在酒里给我下药 我收了这么多钱 你独嫁都没嫁 你休想 哎 这小兔子敢跑啊 啊 愣着干啥 啊 我 救救我 他没有卖我 卖了你 小兔崽子 霍夫人 你怎么来了 小纸怎么会认识霍夫人 你们配做父母吗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难道霍夫人知道了当年的事情 霍夫人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简直无耻 这是违法犯罪 你知道吗 啊不 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啊 你管什么闲事啊 你给我过来 你拉我干什么 我滚过来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我嫁女儿 你们 好好好 你们也想娶我女儿是吧 行啊 一口价 二十万 你为了娶娶二十万 就要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 看来霍夫人还不知情 这老太太谁啊 这么爱管闲事 我跟你说 要么把钱给我 要么把我女儿给我 听明白门 你跟我回家 听明白 这孩子救过我一命 绝对不能把他置于危险之中不管 钱可以给你 人我要带走 这里是两百万 以后别再靠近 真的 这小爷总还真值这么多钱呢 也总 他真的是你们亲生女儿吗 啊 霍夫人 他喝多了 胡说的 胡说的 没想到孟子在这种家庭中长大 还能如此善良 要是让他和亲哥做个伴 也能磨一磨亲哥娇重的性质 你带着 孟刚 你干嘛去啊孟刚 那是别人的钱 带他回后家 霍夫人 霍夫人你带小纸去哪啊 妈 你回来了 她是谁啊 小姐 这是我的女儿孟子 一辰哥 你快放开她 你怎么能搂着一个下人呢 这多脏啊 把你衣服弄脏了 清哥 不许这么说话 妈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万人许我呢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霓裳 先把她带到楼吧 夫人 这是我女儿 就给我放在保姆间吧 我也好方便照顾她 你给我站住 我们家可不是什么垃圾回收镇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收留的 妈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赶紧让她走 放肆 一点规矩都没有 真是把你宠坏了 孟子从今天开始 就留在我们家了 能不能对你反对 妈 这个孟子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为了一个万人许我呀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就你也配给我争夺妈妈的爱 孟子 给我等着 小姐 你这是 谁让你进来的 跟出去 真是有亲女必有亲女 一样的下紧东西 小姐 不要生气了 再气坏了身体 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让你留在货家 现在好了 还带一个脱油瓶过来 你不要拧我走 只要你让我留下来 我做什么都行 真的 那你现在带我去见孟子 是 是谁 这么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 我是云城省父霍家的千金霍清哥 从今天开始 你呢 就是我的专属女友了 那是我 这保姆的女儿 骨子里就流的下贱的血 我呢 要把你放在我身边好好折磨 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妈 我反悔了 我想让孟哲留下来做我的贴身女友 这样我身边有个人能陪我说话 妈就知道我女儿还是懂事的 孟哲 你觉得呢 你要是敢偷偷告诉我妈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痛苦十倍 百倍 千倍万倍的 还给你 和你嘛 霍夫人 我愿意留下来 好 清哥 今晚是你的生日宴 妈邀请了云城各界人士参加 孟哲刚好跟你去同一天生日 你带她去挑一件礼服 过生日 总归是要打扮得漂亮些 好呀妈 后面那些衣服都是我不要的 一会你挑一件自己穿上吧 霍夫人刚才说的话 您不用放在信上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不会抢您风策的 还有点自知之明啊 拿着 拿着 免得被我妈知道 又是我可待 大小姐 我让你穿你就赶紧去穿 我是大小姐 我让你干嘛就干嘛 赶紧去 是 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了 还别说 你穿上这件礼服 真有点千金大小姐的感觉 过来 帮我把鞋穿上 野鸡就是野鸡 无论你再怎么努力 也改变不了 你卑贱的身份 你这辈子 都不可能 飞上之头 变纵火的 副手 嗯 你手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被门夹了 你关火了 疼 别动 我请你了 这个孟子 果然是个小贱子 不行 这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他 大小姐 不好了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家里又没找 哎呀 就在刚刚 孟子那个小贱人 进了大少爷的房间 你说什么 孟子 他进 进他房间干什么呀 你还要进去以后啊 就把门关上了 在里边啊 我说呢 我说这个小贱人 怎么这么轻易的 就留在了火家 原来是想 供应一辰哥哥 不行 我得赶紧 告诉我妈去啊 哎 不妥啊 大小姐 你这个时候 告诉夫人 最多是把她 撵出去 那这样也太便宜了 对 不能便宜她 今天晚上的生日宴 如果能让她 名誉扫地 那她以后在云城都再 无立足之地了 小妈 帮我办件事情 好 孟子啊孟子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 身败名利 好了 是不是弄童年 这样不合规矩 什么是规矩 我是下人 你是后家的大少爷 怎么能让你帮我上药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佣人看过 墨哲 人没有贵贱之分 别人可以轻视你 但你自己不能 在我看来 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你问吗 既然已经包扎好了 那我就先去忙了 生日宴还很多事情 谢谢你 霍宜诚不过是在安慰你吧 孟子 你怎么能当真呢 你和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妖猫果然说的没错 就是个瞎疼贱人 雖猫让你去仓库找他一趟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啊 好 那我先把礼服换下来 别弄脏了 雖猫 你在哪 刺着呢 过来 你去把里边的蜡烛 给我搬出来 嗯 好 放开我 你不要买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放 你个小贱蹄子 你竟敢勾引大少女 我没有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生 今天我就替大小姐好夯地教训教训 拿过来 贱人一般他都皮厚 我这驯马的鞭子可将了道彻 那要是打在身上 打 不管叫我皮开肉战 我专制那些不听话的建筑 霍金哥是你 大小姐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都安排好了 摄影机呢 就在那的 放尺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 不该动的歪性子别动 你现在竟然敢把主意淘到益成哥身上 我没有 怎么 想用你的红妹子手段 上位当霍家的上夫人 然后站到我头上是吗 益成哥是我的未婚人 虽然霍玉成的身份有些卑微 这是我霍家的羊子 但是我霍清歌看上的男人 只有我不认 其他的 谁抢走 你是八辈子的福分跟我一天生日 既然这样 我呢 就送你一份大礼了 大小姐 我已经把那柱性的药 给他马虎放在几乎里了 太忙了 他真是解放了 姚妈 帮我好好照顾他 是 我可是要去参加我的生日一样 大小姐 你就放心吧 小姐 你看到小纸了吗 没有 谁知道他跟什么人去鬼混了 我警告你 别跟别人说在这看见我 否则 我让你离开火家 你一个下贱的佣人 竟妄想成为造福人 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真是要上天了 来人 把他给我按住 你竟敢跟大小姐抢男人 你怎以为有夫人造着你 你就无法无天了 孟子留在霍家是个义患 不行 不能让他对于清歌产生认分心 哎 林马 你看见孟子了吗 他 如果被大少爷发现了 肯定会查到清歌头上 啊 他在陛下酒叫 好 我去找段 孟子 你不该惦记清歌的东西 谁让他才是我的女儿 你还敢反抗 来人 把他这两条腿给我按住了 这不是我给孟子包扎用的手的 怎么会在这 你 把你的看家本事给我拿出来 把这匹猎马给我驱服了 杀 啊 啊 你都留在这 上 后面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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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